好,这里是东南亚服的官网,然后它这里真香岛的宣传页面已经出来了,它已经说在7月1日就会更新真香岛,当然台服叫羊羊爱尔兰,然后国服里面那个地图名字叫甜甜岛,它是215G以上才能开放。 那后面的话,它这里也讲了有一个超级斗燃的活动,这个活动它的开启方式是要求阿戴尔达到140,160,然后180完成那个被掩埋的记忆的那个任务,做完之后你就有一个斗燃加速器。 然后下面有一个冒险道接力的一个活动,这个活动其实在国服和台服2月到3月的时候已经就开放过了。 它是要求你先在线达到30分钟,60分钟,120分钟,还有180分钟,然后再完成它相应的一个任务。 然后你完成这个条件之后,你会积累这个箱子的数量,这个箱子的数量达到一定数量,然后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奖励。 然后你分两个阶段来完成,你只有第一个阶段拿到最后的这个箱子,然后你选择拿那张券,第二个月你再完成一共80次, 然后你就有机会拿到这个神秘之影的武器。 它是不限时间的,但是你不能这个重制潜能。 它是15星了,17星的埃苏,15星的神秘之影。 它这里还有一个独家的卖的一些比较好的奖励,它有极端成长必要,有罗塔比斯,有法弗纳,有强大,有怪异,有特殊容易勋章,然后台风成长必要,猫尘到接力第三次的那个箱子。 还有15星S级的潜能券,然后附加潜能100%的,然后永恒涅槃火焰,选择性神秘徽章,还有核心宝石器,潜能变化魔方这样子。 它更新之后就该购买。 然后因为比较第一阶段它已经送过一次台风了,而且有三个成长药水,所以真的是这个挺好。 然后重点在这里,它这个新的活动在7月15号到8月4号,这是你目前在所有的服务当中还没见过的一个活动。 这个叫守护者天使的一个活动,它这里一共有四个效果。 它第一个效果是可以提升这个,比如说你用魔方会提升这个潜能等级,那提升潜能的概率它就会提升。 第二个它是减少这个破坏的概率。 然后第三个是提升心知力强化的概率,最后是提升这个卷轴成功的概率,所以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。 那到7月1号再来看一下这个相应的内容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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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